清了啊 国民党 国民党国会改革说明会 首场台南宣讲反对民众 跟蓝营支持者爆发口角冲突 黑衣男戴墨镜举手版国民党 不倒台湾不会好被远景劝离 国会改革再走进地方 跟大家说明 民众党也有人低调现身 强调以台南市民身份出席 不过外界更关心 这难道是谢龙介 柯智恩 布局2026市长大选 起终一步 那不会这样思考 因为这一次最主要是 针对这个国会改革 还有行政院提出复议案 不要谈什么选举 你跟乡亲站在一起 那乡亲自然会感受得到 街头选讲 起首是选在台南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 郭国文也开酸 主席朱立伦说要出席 结果林郑脱逃 改秘书长黄建廷出马 谢龙介出面否认 不过蓝营地方上也出现杂音 民进党下午四点也在东区举办反烂权护民主街头宣讲拼场 两地相聚一点七公里 双方支持者聚集台南 校正意味浓厚 三立新闻 土永雄 慧山谈得不到